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也到了 2.24的第一站 我们又来到了云南 这是这边普洋的这个孟先河 教你钓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从鲫鱼开始 那可以 我前天就在这里选了一个钓位 我们全都打好了 穿过这片树林就到了 走 那现在渔情怎么样 很好 那我们可算是找了地方了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我以前看电视 都是跟着贝尔去冒险 现在我直接 我直接跟着诚哥去钓鱼 但是这段时间就是说 我带你这个孟先河 最近是出大阪季 来了 成功 到了 这真的是有那种原始森林的感觉 你肯定你都走了 一遍的一个原始森林 你看这个电话 都是我临时开辟出来的 而且这里为什么 叫水深足够 两三米深 然后那边水下 看到了 手装 对 有障碍 辛苦了 成哥 不辛苦 为了钓鱼不辛苦 先做窝吧 来 今天就用这两款 好 维他米加老潭甜薯杂粮 但是这个有个前提 因为在这边钓鲫鱼 它都是用六米三的长杆 所以说这个九米 就很难抛得出去 待会要想个办法 它容易散掉 对 玉米和那个麦粒 容易散掉是不是 它就打到前面去了 这个细碎的九米 它就会在后边 说什么要想个办法 成哥 你看我们用这个维他米和甜薯玉米扎凉 对 我看里面有好多 你看有这个米粒 玉米 碎米 玉米 高粱 甜薯 麦粒 各种 对 成哥 嗯 我知道你的办法了 加几个耳料 把这个耳料混合 然后加点水 就凝合在一块了 它就可以集中打到一起 是 就更加密集 更好的鱿鱼了 对 这个办法真不错 你看 哇塞 好饱满那一颗 对不对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走 打过去 来 先打我这边吧 成哥 今天的伙食是红烧丸子 你看这个不仅是大鱼爱吃 小鱼同样的也爱吃 咱们做窝的话 要达到浮票的后面那个地方 对 走 开饭 来拿着 今天就只打这么多一点 好 然后剩下的明天补窝用 少打勤补都可以 走回去 明天 明天做掉 可以 钓鱼先打窝 大窝就用西部风 就这样钓鱼 由西部风鱼饵 就原钓饵 联合冠名播出 早早早 成哥 早上好 不早了 我来的时候 你看钓位又重新给你弄了 是让我发现 我的钓位好像有变化了 长水了 我听他们说 就是晚上水会长起来 但是在白天水会掉下去 不过早上的这个环境 确实是非常的美 你看 水面上烟雾缭绕 水气磷漫的 这个现象就是 早晚的那个温差特别大 就是白天可以达到二三十度 晚上可以到几度 你看昨天来咱们还是短袖 是吧 你看今天早上都得穿长的了 怎么样 早上来有孔呗 刚才跑了一条 但是不能钓饵料了 白天我们要钓那个 田鼠杂粮里边 挑那个麦粒挂上去 因为这边白天钓饵料 小马口小罗飞特别多 所以咱们还是得钓这个 鼓励比较好一点 对 来 让我们从老潭田鼠杂粮里面 挑选出一颗饱满的麦粒 挂在钩子上 泡出我们今天希望的第一肝 终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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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吧 来了 看看 什么 罗飞还是鲫鱼 鲫鱼 来了 来了吧 来了 你看 钓麦粒吧 你看 他上一秒孩子跟我们说话 下一秒特别出其不意的 就来了一条鱼 我跟你说 我一边在和你说话 我就一边是瞄着那个飘着 陈哥一心二用 可以的 我们的第一条鱼货成功 哇塞 这可以 下鱼 早就下鱼了 第一条 第一条成功 赶紧开启第二条 陈哥 我看到你这么快就上了一条鱼之后 我现在信心满满呢 是不是现在上了麦粒之后 我们就要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好吧 那我的是不是飘太高了呀 你要待会等那个水退下去以后 因为你退后了差不多一米多吧 那肯定那个飘 你前面调的那个飘肯定在位置不对的 你看我钓 陈我说话 我也要钓 我也要钓 你慢点 轻一点 钓鲫鱼不会这么重 我刚刚这边有口 然后我就打得没打着 什么飘香我没看到 它往下炖了两目 往下炖 对 应该是小鱼 小鱼 如果说是鲫鱼的话 我们钓这种就是固体类的耳料 一般都会是顶飘 钓鲫鱼也有两种飘香 但是钓耳料就是盾口比较多 就是顶飘比较少 如果顶飘的现象就是 因为你钓了锅盾 钓了锅盾它吃死口了 而且就是我们有卖力去钓这种鲫鱼的话 它就是顶飘比较多 就是鲫盾比较少 它缓慢拉着往后走 它会慢慢去慢慢的飘味拉黑 它不会急速的钓口 所以根据刚刚的那个 飘香来判断的话 就是小鱼的可能性比较大 它是一挫着啪就拉走 一挫着啪就拉走 因为小鱼速度快 而且它应该没拖走 你看我真的有动作了 你来了什么鱼 鲫鱼肯定是鲫鱼 看一下 不用拆 不用拆你看 在这边 这边 你刚刚跟我讲那种缓慢下沉的飘 你就要让我看 我非常努力地看我的飘香 我看它 我立马就提钓 就把它吊上来了 这不就中了吗 对 你看我们的这个 比我的大 我紧随其后 诚哥上了一条鲫鱼之后 立马就来了我的 我打脸了 谁说 女日子口如南 我打脸了 你看我也上了班 我打脸了 看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我上的第一条鲫鱼 别人都是12点钟方向 我6点钟方向 我照打照相 厉害吧 好了 这是我的第一条鱼 入户 这居然歪打正着 什么歪打正着 我这是也是有实力 我要是反应慢一点 它它也就跑掉了 那地方都没有窝点的 不知道怎么就游到你 从我钓鱼开始 就一直有人质疑我说 我钓的鱼是虾子 我跟你问一下 我上不了了 咱们在这热带雨林 这样的野地要环境当中 要上一条鱼真的不容易 好难的 你看我们在这儿 马口 罗飞 还有其他杂鱼 它把下面的窝鱼 啪啪啪啪啪给你钓跑 吃完了 就形成不了 就是那种大范围的巨窝 你没办法 你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 对 随着水位下降 我也将钓位 搬回到了钓台上 本想着能有所收获 没想到 却是进入了一段 漫长的停口期 经过了一天的等待 我和诚哥 都没再见过一口 唉 野钓的情况难以预料 我和诚哥 只能够先洗收肝 继续用老潭 舔鼠杂粮补窝 期待明天 能有一个好的收获 好 早晨起来 还可以了 抛肝有进步了 来了 什么鱼快看 这么大的鱼 诚哥 我还以为你帅先上鱼了呢 结果你怎么又弄了一只鸩子在钓 还是一根短鸩 没有 他们说螺飞比较多 我晚上想来试试 因为钓螺飞几乎都是3米6 4米5的 对 用短鸩才好一点 但是像我们早上赶早口的话 还是拿长肝钓鸡鱼比较合适 是挂住的还是有 那你昨天晚上夜钓有没有生活呢 有 小螺飞 小螺飞 很小很小的 不 我下断了一路 小鱼不接下来 那个不管 看吧 不得了 不得了 谁说我不行 不近一天 超过我了 超过我了 我两个肝都抵不过你 给大伙看看 早上黄金时期上了鲸鱼 看正口 诚哥 真棒 我现在是羡慕基督恨 摘下来放到我的鱼户里面去 又是正口 这都是歪打正着的 什么呀 你又没有看到歪打正着一条 我怎么就没口啊 清晨的两口过后 便又和昨天一样 进入了漫长的停口期 四个小时过去 我和诚哥依然无所收获 也和水广于西 加上罗飞和小鲨鱼闹窝 要继续也变得艰难起来 想想我们经过跋山涉水 几经辗转来到这里 难道今天的鱼货 又要以异尾收场 想到这里 接下来的等待 也变得更加难熬起来 好累呀 诚哥 你那边什么情况 你看我腿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情况 等啊 挂着麦里等啊 你像在这种热带雨林的这种 野掉环境之下 还真的挺难的 很不容易的 真不容易 你就等一个口啊 要等好久好久 感觉这一口 从我三岁等到八十岁一样 这么的漫长 咱们现在就像 守那个大草鱼 大青鱼一样 没办法 守一个撕一个 没事坚持一下啊 我跟你讲 这个鱼不能这样啥 怎么能要这样子 跳一下玩一下 它才会 耐心等待 什么叫做耐心等待 来来来来 欢迎进入张小艺的精彩表演时刻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吧来吧 来一个黑条 来一个顿口 七天的眼外生活 你就会变成这样 ik 要谁 来 PH 来 desired 来来来吧 sul操人 sen 还是水 来吧 来来吧 长沙 回家 可是钓不到鱼就回不去 有没有口啊 好像有动作 有了这尾鱼我就能回长沙了 耐心等待一下 钓几条就可以回长沙了 我要钓的鱼 还没来 这小的 小的 开个票吧大宝贝 来啊 右边是再黑一点 来 打吧 来 拿着我吧 快点 等一下有泡点 没事 没事 干干干干干干 哭了 哭了 终于哭了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我吊气把我吊呼了 我吊气把我吊呼了 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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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激动的泪水 我这个是幸福的泪水 我这个是幸福的泪水 我吊上你身后 我就可以回长沙了 你知道吗 我衣服都掉臭了 才掉到你 我衣服都掉臭了 才掉到你 好 诚哥 终于上鱼了 太不容易了 以后你都别叫我小姨 我感觉我在这边 等于上鱼的时间 我都从小姨变成老姨了 你 就两天 你能钓了那么多鱼 真的算不错的了 你没看到他们 他们那些 两三天 三四天 就能一两条的 对我来说 我还是希望 能够命中率高一点的 有点太无聊了 你看前两天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钓鲤鱼 对吧 其他人钓的都是那种 长肝 就是海肝 或者鸡肝去做 特别长的肝 对 钓十来米深 二十多米深 咱们就八米一的肝 你怎么去钓马首肝 所以说在那边 我们就 我们就没钓到鱼 你看到这边来钓鲤鱼 来了 来了 你看吧 说着说着是吧 来了 快点 你看你说着说着 是不是就来了 主要是你唱歌了 跳了 不错 耶 可以回长山了 诚哥 你看我们前面 在那个地方钓鲤鱼 钓了好多天都没有 在这边等了几天 把这个锅发了之后 鲤鱼倒是一条接一条 对啊 我还想钓 那钓继续啊 耶 是 又是大墙 又是大墙 大墙 大墙 不容易啊 薪手光环确实乱通过了 什么薪手光环 我这已经言 已经两年了 气死我了 我要扔到你那件来了 好的 你扔到我的窝子 我的鱼去哪里了 为什么我没有看清楚 可惜了 没事 还有 我再泡鱼一下 诚哥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一直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人吃米鱼钓鱼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坐在这儿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 蹭了一下 它那个小口 我把它一扬 我终于懂了 就是那一瞬间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无与伦比的美丽 这就是野钓的乐趣 你就不知道漂什么时候动 对吧 但是那个漂一动一钓起来 所有的等待你觉得都值得了 对 我要钓鱼了 我要钓鱼了 我钓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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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你来了 恭喜你 你看 你看现在开口了吧 对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上鱼了 这就上鱼了吧 又是一条大鲫鱼 我看你钓那么多条 我眼红了 不错 不错 老陈 我们都很棒 耶 先入户 你好 一定要好好入户 看喽 看喽 很羡慕 好了 小叶 开口气了 加油 好 能不能回长沙就看你了 好的 好的 我这边我感觉也快了 我们之前打的都是九米 然后这一次我们用那个 这一次就是杂粮加九米 然后两天的时间成功发窝 这个鱼就是一条接着一条的上 那待会儿它来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小叶 小叶 再动了 别慌别慌别慌 好 漂亮 非常好 耶 诚哥 诚哥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诚哥 诚哥 来了吧 你语运比较好吧 随风奔跑自优势方向 你别再得手啊 待会儿 我先把它弄上来再说 追住爱河沙 我也是一直看到了 他一直在这里撕探 一直在那里撕探 诚哥你帮我 你小心点 哎呀我这个就是后面有树枝 那个嘴唇就挂了一点点 小心挂树枝啊 我来了 没提到你 我们快点 灵活的诚哥 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挂得歪着顺便 这个就要封掉 还有好多重温 它已经肚子流饱饱了 我们待会儿 就立马把它放一点好不好 回去好好的啊 拜拜 这么快 诚哥 现在是鱼的这个高峰期了 刚好到了这个碗口的时候 我怎么感觉我又有动作一样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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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我已经恍惚了 你看其实我们两个人相隔的也不远 顶多就是两三米的一个位置 但是它水位差就高了呀 我好像这位是三米多 我比你深 我要比你深一些 过了冬季以后啊 它这个水温就趋长温了 趋长温它就是早晚安静的时候 它靠边 所以说每次你看就是你的早口 对吧 就很安静的时候过来的时候 通常你钓的鱼都比我多 我们边钓边说话边吵到的时候 你看你那边就没什么鱼了 然后就深水那边我就能钓到鱼了 好像是这个样子 上鱼的时间点 对对对 上鱼的时间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诶诶诶有口 有动作有动作有动作 有口了 来了吧 你看你看你看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鱼飘 立马就下去了 这先是顶再是黑 我都忍了它的 你看吧 这鱼不就上来了 可以 趁它一个出气不一百万点 养肝 小易你看 咱们用麦力钓的这个鱼啊 明显就个体比较偏大 对 比耳鱼钓的要大得多对吧 是 所以说用那个麦力钓的那边几乎都是大板机 都是大个体了 对 好了 入户 入户入户 来吧 继续钓 入户 你看小鱼啊 在云南这边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季 嗯 它就是白天的话它气温都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小鱼小鱼特别活跃 是的 所以一般还是就是早口和晚口比较多一点 嗯 但现在就整好开始是鲸鱼口咱们又上了一刀了 对 对 哎又在顶嘞 我的又在顶嘞 诚哥 哎 你那边啥情况 它在试探 慢慢在慢慢在吃 来了 来了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诚哥这边又来了 快点看快点看 来了来了 我帮你抄 你看你看 不用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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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诚哥 哇 都发锅了啊 你看这个时间点一到 然后这个位置发一条接着一条来 太棒了 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 它一准时就开口 对 是吧 我这边怎么还没动筋呢 太紧了 这要慢慢等 这要慢慢等 你看又是一个 给你梳个大拇指 你看咱们做的窝子就发窝了吧 对 诚哥 咱们不是中午的时候还捕了窝吗 中午捕的是啥呀 就是杂粮 继续入户啊 诚哥 诚哥 这个杂粮的诱惠力太大了 鲸鱼完全挡不住 对 一条接着一条来 我现在要抛一根 抛远一点 自从就这样钓鱼以来呢 我总共钓过三次鲸鱼 之前去的话 可能大部分都是平原的城市 环境各方面都还比较舒服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到的是这种 超级原始的森林 然后上鱼呢 难度也非常的大 经常是 等几个小时都不见一口 但是今天窝子发了之后 就明显的感觉来鱼了 不一样了吧 就是一条接着一条的上 就是感觉特别的兴奋 你所有的不适应 全部是抛到脑后去了 嗯 看到你的感觉蛮深的 哎 我觉得我 特别是这一次啊 特别是这一次 这一次又成长了很多 适应环境能力就更加强大 下次让你更加成长 哈哈哈哈 不要啊 诚哥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鱼货好不好 好 这次就差不多了呀 看一下我们的鱼货 这都是我们钓到的鱼货 其实还蛮多的 看一下 哦哦哦 满满一大盆 还有还有两条小楼飞呢 还有楼飞呢 经过了蒸蒸屋 天呐等待 当当当 哎呦喂 哈哈 其实这两八斤钓就一天半啊 这就是我们的 哎呦 这里皮 哈哈 对 哇 我们钓到的这个鱼都好漂亮 那我们现在都把它们放进 放了 放了 回家吧 拜拜 拜拜 有的好快呀 都不见了 2024云南普尔第一站 胜利成功 诚哥等着你第二集 带我去叫大清哦 可以 时刻准备着啊 可以 那我现在收肝咯 收收收收 好嘞 天侧见晚 我和诚哥决定收肝返回 这一站 孟仙河垂掉之旅 有欢笑 也有泪水 经受过磨练和等待 我也更加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 也到魅力无穷 这一次我可是深有体会 一起期待下一次的旅程吧 带我一下 爹 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